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往下说 我们把关于这个前段的模板给大家说完了之后呢 咱们就回回来来看一下 咱们今天要去先说的那个接口 也就是说是关于发布我的房源的这个接口了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接口当中 首先呢咱们还是先来去分析一下 在这个页面当中我们要去做的业务逻辑都有哪些 首先第一个业务逻辑呢 就是它一进入到页面当中来的时候呢 需要把这些信息都去填一下 填线完之后呢去点击发布房源信息 但是你看一下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当前页面当中仅仅包含的都是房屋的这样的文字的基本信息 并没有包含它的那样的一个上传图片的东西 那上传图片的东西在哪呢 我们再给你的这个实现的这个页面当中实际上是分为两份的 先看一下这是newhouse.itml 所以呢我们对应一下newhouse.html 在这个页面当中呢实际上是分为两部分的 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关于 关于这个东西 就是关于房屋的基本信息 然后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表单 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表单 然后呢除了上呢 好像房屋的基本信息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哪个东西呢就是关于房屋的图片了 房屋图片呢实际上是在页面当中的另外一个表单 只不过是说在这个页面当中一上来的时候呢 先仅仅展示的是房屋的基本信息 也就是说仅仅展示的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样一个页面 然后呢底下呢关于房屋图片呢是另外一个表单 默认是隐藏的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页面当中的业务逻辑呢 你先贴写基本信息 贴写完基本信息之后 你去点击发布房屋员信息 然后呢就要把上面的这些数据 通通的都发给我后端 所以呢我后端当中要做的第一个接口 是先把基本信息保存下来 然后呢形成一个房屋的数据 形成一个房屋的数据之后 然后呢接下来在前端当中呢 才会给你去展示发布图片的这么一样的一个页面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实际上这两个页面呢 也是就是在前端当中 就是通过控制这样的GS方式来去实现的 所以呢也就是说一开始呢 第一步上面的表单是隐藏 上面是显示的图片的那个是隐藏的 我们把这个图片的这个表单呢 给你显示一下 我们把它这个显示一下相对应的 然后授一下 你看一下也就意味着说实际上除了上面的基本信息化 底下还有这么一个东西呢 它是上面添写完了之后呢 再去发布这样的图片了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页面当中要分为两部分逻辑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写 先写上面的东西 发布房屋的基本信息 那发布房屋的基本信息呢 这个结果当中 咱们先把这个视图函数跟路径定义好 然后我们还是把它放到房屋的host.py当中 然后呢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去写 我们定一下 比如说这些东西呢 这是保存房屋的信息这么一个接口 我们放到这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咱们把对应的路径写出来 比如说api当中的然后呢road 它所对应的信息呢 实际上是要是发布一个房屋的基本信息 所以把它叫做这是房子的host.js 然后呢是info这样的资源 信息的资源 然后呢那它的请求方式呢 应该是哪个方式 pose方式吧 是保存资源的 所以呢对应的是pose的方式 我们定义好 定义好之后呢 接下来看一下 在这个接口当中需不需要用户是必须登录才能听访问呢 肯定是需要吧 所以需要加上对应的装饰器 那好了装饰器我们引过来 也是在咱们所定义的 从iHome 然后呢U2 对应的咱们的就是common当中定义的这个login required的装饰器 所以把它拿过来 好这是关键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把这个引入过来之后 在这个仕途当中 我们需要去接收哪个参数啊 这是我们需要在前能预定好的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第一个参数 我得知道发布房的人是谁吧 因为已经加了装饰器了 所以呢U4ID就有了 那其他的呢 那就是在页面当中所能看到的字段吧 像标题啊 美满价格啊 所在城区 然后详细心 这些通通的书都要往下发送啊 都是这样的文本字段 那我们就直接去定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呢 咱们节省时间 那这个字段呢 咱们看一下 我们约定一下 从你给我传送过来的 要包含哪些信息呢 我们说了 你从前端传送过来的阶层数据 要包含这些东西内容 这是我们所定义好的 比如说前端传过来的房屋的标题啊 价格啊 城区 这个城区我们在上一课是跟大家说过了 这个地方你要给我传的时候呢 仅仅是传一下里面的对应的这个ID是不是就可以了 传的是这ID值 然后呢 再有一下其他的像详细信息啊 房屋的数量啊 面积啊 单元啊 通通的都需要给我传的 然后呢 在这个参数当中 有一个需要我们去注意 哪个参数呢 关于配套设施了 那时候配套设施这个参数 我们怎么让前端给我传送过来的 这个地方 咱们需要去注意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页面当中进行定义的时候呢 它是怎么定义的呢 HTML 这个New House 关于每一个New House 我们看一下 关于所有的房屋信息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详细这个设施这个设施信息 看一下这里面 没有一个设施信息的话 它所定的类型是不是都是checkbox啊 对吧 都是这样的复选框 复选框当中的名字都是一样的 Fest30 然后呢 那你说的 关于这样的一个参数 如果用户勾选了这些信息的话 那你说 它怎么把这样的数据发送给我后端呀 首先传的这个数据 得是这样的 设施的ID数据吧 这也是我们要说的 得是这个设施的ID数据 然后呢 那这些设施的ID数据的话 在页面当中咱们去做的时候呢 这里面实际上已经是不是有了呀 对吧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没给大家去实现另外的一个接口 如果有这样的接口的话 应该是说这个房屋的设施数据 是不是也得从后端的数据库当中往外拿呀 那这个接口我们就为了解面方面呢 就没有再给大家做 所以呢 相当于在页面当中已经写死了 就是这些 那这些的话 相对于ID也都有了 ID也都有了之后的话 那你说这些ID 怎么给我传送到后端呢 怎么去传 那我是说 在这些所勾选的东西呢 每勾选一个 我都作为发送到后端数据的一个件呢 还是什么去做呢 就相当于我们看一下 你给我向后端发送数据的时候呢 你给我发送数据的话 前面这些是相对于的接口数据 然后有了 你说前面会勾选一个facility 那怎么去写这个东西 你比如说把facility 然后呢 每一个东西都作为一个件 比如说你在这里面写了 勾选了一个这样的新的编号 可能是为1 那就写了一个facility 或者是写了这样的一个1 编号为1 然后呢 里面可能说是对应的数据为有 那就写一个tool 实际上这样去每勾选一个 你都去写一个对应的编号 传一条记录呢 还是说可以把它塞到一起 向后传呢 我们把它形成一起往后传的时候 更方便一点 还节省数据的传输量啊 对吧 所以这点是一定要考虑的 我们从前端往后端传的数据呢 它都涉及到你的代价 就是说你尽量的 把你的数据量压缩一下 你勾选了哪个 我就去给你传哪个 然后呢 我可以把它打包成一个整体 往后进发送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就可以去约定好了 怎么约定好呢 你就给我传一个字段 就叫做530设施字段 然后呢 你前端当中用户勾选了哪个东西 你就直接给我放到这样的列表当中 往过传 是不是可以啊 然后呢 你要去注意 这个在阶层当中 字符传里面 是能够包含这样的列表信息的 这个阶层字符传 是可以支持这样的数据格式的 所以就相当于 那我们就直接让它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存在 所以后端咱们就按照方式来进行接收了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往下去写 那往下去写的话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接口定义方式传送过来的数据 我往外去提数据了 所以第一步还是我们所说的 先来去获取一下数据 那获取数据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通过这个阶层传送过来的 所以呢 咱们直接通过这个request get阶层往外去拿一下数据 这是关于房子的阶层的数据 房子的dict 已经给我解析好了 这样的数据了 有了这样数据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一点一点的往外去提数据了 对吧 所以咱们一个一个往外去提数据 那提数据的话 咱们也节省一下时间 那相对应的 有哪些数据呢 有这样的title 我们把它都拿过来 我们就根据上面这个字段 一个一个的来往外拿 我们把它也叫做how data 然后往过来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提完数据之后 还有 然后呢 再两下做的话 就要去叫一下参数了 对吧 那教员参数的时候 我们来去看一眼 咱们都要教员哪些参数呢 我们说了 上面这些 关于房屋的这些个标题啊 价格 所在程序 然后呢 详细地址 一直到这个最少入天数 跟最多入天数呢 上面都是B前子段 这是基本信息 但是底下的配套设施的话 这个呢 还是B前子段嘛 有没有可能 这个用户当中这个房子里面 什么都没有啊 有可能吧 所以相当于 这个字段 你再给我传过来的时候呢 很可能是一个空列表 都是有可能的吧 如果是空列表的话 我在这里进行教验 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参数 可传 可不传了 那我们在去提取的时候呢 也先不去提取 Fight-Solar提的 直接就是把上面B前的字段 我拿回来之后 来进行教验参数 所以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首先教验参数的话 上面这些都是B前的 所以呢 还是按照我们之前所写的方式 Not all 然后呢 把上面东西 通通的全写进来 title 里面有press 然后呢 相对应的区域ID 还有这个address room count 然后呢 AC 这是面积 还有一个单元 几十几厅的 然后呢 这样的是一个容量 能容纳几人 还有床屋的设置 床铺的设置 Dispositor 这代表是这个押金 还有最小入住天数 Min Days 还有最大入住天数 Max Days 这是关键一点 你这些东西呢 通通的都要给我进行传递 如果没有传递的话 Return Justine Fine 我们去返回错误的信息 里面的 Tire Meet Error 然后呢 Error Message 对应的是参数不完整 好 这是关键一点 那这一点做完成之后 我们还要去教验 哪些数据呢 我们来去看一眼 title是文本数据 不需要教验 但这里面 是不是还有钱呢 关于房屋的单价 以及关于房屋的押金吧 对吧 那这两个东西呢 是钱 所以呢 我需要去教认一下 你给我传送过来的 是不是数字 如果我能转换成整数 转换成钱的话 那才代表是对应的 如果你这里面没有办法 转换成数字的话 就意味着说 你传参数 会有问题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进行 相对应的判断 那咱们等于判断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你转了吧 就比如说把这个price 直接给你转换成一个相对应的数据了 那我们去转换这样相对应的数据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怎么去转换呢 我们可以把它前端给我传送过来的数据呢 一般我们说了 让你进填写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直接填写三架信息 写没法价格的时候呢 有可能说是出现这样的小数点吧 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小数点 那好了 我们把这个小数点就给你拿过来 它可能就会是一个古典数类型吧 不漏的 给你转换一下 转换 转换之后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在设计这个数据库的时候呢 我们给你去采用了什么东西呢 咱们在数据库当中所设计的房屋信息里面的 这个单价也好 还有这个押金 这个参数也好 你看一下 我给你设的什么类型呢 都整形吧 都设的整形 意思是说 我把这个钱呢 没有给你再设的小数点 而是说以分为单位 保存进去的 以分为单位的话 是不是就统统的都变为整数了 是这样的方式吧 所以就相当于 我回过出来的话 所以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如果还得再乘一百呀 我们要给你乘一百 然后呢 再给你转换成整形吧 好 我给你做成这样的方式 那我如果说你给我传送过来的price 我在进行这样操作的时候呢 没有出现异常 就代表你给我传出来是正确的 否则情况下就会有问题 那相对应的 除了这个字段 还有那个押金了 deposit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我要去捕获一下一场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去记录一下日志信息 然后呢 这时候 参数如果是有问题 咱们就要返回了 我们也可以返回这样的那个参数错误 好 这是关于这个东西 这一点做完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哪些东西要进行参数校验呢 还有参数要进行校验的话 就应该说是 这个城区 它有没有进行存在过吧 对吧 很有可能 你给我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参数 你够到好的这样的一个城区的ID 并不存在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还要去叫一下城区 城区ID是否存在 上面是判断金额是否正确 城区是选的 但是如果它不是通过你再选 还是一个道理吧 还是我们所说过的 千万不要先来前端 判断金额 是否正确 所以你在做后端的时候呢 每时每刻都要想到 所有参数都得我自己再教研一点才可以 等你学完爬虫就知道了 爬虫的意思就是绕过它的前端 我写程序直接往接口上面发 然后先来咱们往下去写 你爬虫里面还做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的绕开 然后呢还让后端程序以为你的程序就是个浏览器 然后把数据正确的返回给你 咱们先去判断一下程序是否存在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程序是否存在呀 我们只要判断一下在程序的这个表当中 在models这里面的areainfo当中 判断一下id这个数据只要是有 是不是就存在了呀 对吧 我们所以在这里面咱们进行操作了 判断程序那好了 我还得进行数据库的查询 去导入一下 哎这里面正好有area 我们把它拿过来 直接进行查询 你就说是area当中的cory吧 cory进行查询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通过get来进行查询呀 get接收的就是id 所以呢我就直接把areaid 你给我传到过来 我直接就交代过去 交代过去之后 那我找一个对象来进行接收 这里面是不是要接上去下try呀 这个大try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呀 不要使用这个大try 影响效率问题 所以哪个要出问题就补过哪块 就把try except它的效率降到最 这个影响降到最低 好这里面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补过一场 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的话 那咱们怎么做呀 我实际上关于这个同期 是不是我没有办法判断呢 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 那你在这里面保存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有影响啊 对吧 对于它来说 就会有相对应的影响操作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你抛出 一场的送信息了 return d35当中的 error number cb error message 然后呢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error number 然后error message 这是数据库 一场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接下来 那如果说 在这个地方没有出现一场的情况下 那error这个变量 是不是就会有存在了 所以就会判断了 怎么判断呢 如果没存在的话 error返回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是n类型吧 对吧 我们跟大家说过了 在sircle argument当中 如果数据不存在 它给我反复出来的东西呢 就是n类型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如果error它是n 代表这个同区 不存在 所以呢 直接返回 我们可以返回的就是nodator 然后这是 乘区信息有误 然后这是关于这边 那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误误的情况下 我接下来是不是再往下去走啊 对吧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看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这地址呀 房屋的数量呀 面积 单元呀 通通都是它所贴写的 所以呢 咱们就可以先再往下去 进行操作 就可以了 好了 那咱们就把这样的条件判断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 咱们接下来继续往下操作 如果这时候 这个数据已经判断完成之后 我实际上就可以去保存数据了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 哪些参数 你还在行交易的话 那你再把它放到这儿 那你再把它放到这儿就可以了 那这个参数的详细教育的话 我们就不再去写那么多了 咱们就写这些 然后呢 接下来团阅上 晚上做 然后相当于判断完成之后 我就可以去保存数据了 保存房屋信息 那你看一下 保存房屋信息 要涉及到几张表啊 房屋信息 有房屋的基本信息张表吧 还有哪个表啊 还有房屋的设施张表吧 是有这两个的 然后呢 那我们刚才给大家做的时候呢 是不是都是把前面第一张表 才是提出来了 关于设施的话 我们还没有去管啊 因为设施有可能 有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所以呢 咱们就先把上面的这个 房屋的基本信息的交易录 产生之后 我再回回来去处理设施就可以啊 所以咱们先来去做上面的部分 去保存房屋的这样的信息 保存房屋的信息的话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进行相对应的操作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我们要去保存房屋信息的话 还得去把耗死这个东西引过来 把耗死这个引过来 耗死引过来之后呢 我们保存信息的时候 是得创建一个对象吧 对吧 耗死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呢 紧接下来在这里面去写相对应的数据 耗死等于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他的数据都有哪些呢 猫豆子这里面有相对应的 我们拿过来 然后这里面一个一个去写 首先ID这个地方是主件 所以我们不用维护 优色ID这里面是不是要处理啊 所以呢优色ID 等于这里面的优色ID吧 这对象 这个这对象 我有引过来吗 有引过来了 直接去写了 优色 里面的ID 他的值应该是优色ID 然后呢 还有一个区域ID吧 区域ID 也我们教育过的 再有的话 这里面是吧 有title啊 标题 title标题 我们从上面也取出来了 然后呢 还有单价 address 还有再用的这个地址 address 我们在上面取名字的时候呢 实际上都是跟它是一致的 所以咱们直接就去使用了 address 再有的话 还有这个房屋数量 room count 再往下走的话 这个面地 然后呢 单元 单元 还有这个容量 capacity 还有这个床屋 bath 押金 还有这个最小入室天数 这个自大入室天数 好 这里面选完之后 那接下来剩下的一个参数 比如说关于order count的 还有这样的订单量 以及对应的这个主要的图片 还有设施 实际上是不是都是 稍后再次处理就可以了 对吧 订单量的话 默认值是为零 这里面有默认值的 所以我们不用去操心 然后呢 这个主要图片的话 那默认值也是为空的 我们只有保存图片才会有 房屋设施的话 待会儿我们再来去写 相对一样的写 所以那就相当于 关于房屋的这样的基本信息 有了 有了之后的话 一个对象就操作了吧 对象完成之后呢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肯定怎么去做呢 我们就要去保存一下了吧 应该是数据库的操作 直接try一下 然后呢 db里面的session.add 把house对象拿过来 然后呢 在db session里面的 这样的commit提交吧 commit提交 然后呢 记录一下日之信息 然后呢 这里面 如果保存出现问题 是不是又要去返回了 然后呢 直接返回 数据库 异常 数据 保存数据异常 好 这里面就关于这个地方 需要回滚吗 需要回滚 db.session里面的rollback 你commit的时候 每次相对应的 你都要去rollback一下 好 这是关于这个地方 好了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处理完数据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去想一下 上面的基本信息就有了 基本信息有了之后呢 就这个时候 是不是可以去处理 关于这个设施信息了呀 对吧 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 处理房屋的设施信息 处理房屋的设施信息的话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那怎么去做呢 我首先得判断一下 在你给我传送过来数据当中 是不是一定会有这个资段呀 没有这个资段的话 对我来说没有影响 我就认为你的房屋里面 什么信息都没有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已经操作 得先来去判断一下 facility facility 这个房屋的设施的所有信息 我从哪呢 从刚才的 这个房屋的 house data 就是说 从最一开始的 提过来的这个 转换好的字节数据当中 往外去拿 对应的这份数据呢 我们往外去拿 然后呢 去眼盖它一下 传送过来的呢 叫做facility 这样的段 我往外拿 拿的时候呢 我在里面还得判断了 只有说 facility 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情况下 我往下操作 才有意义啊 对吧 否则 你没有的话 我也不需要给提前返回 因为没有的话 就没有 所以在里面 如果 用户 勾选了 这样的设施 信息 在 保存实际库 好 就想到 以我取出来的话 如果它不为难 或者说不为空列表 我再进行操作 那你说的 这时候再进行操作的话 咱们怎么操作 你看 从前端给我传送过来的 这么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是一个设施 一个设施的ID吧 对吧 好 那么现在呢 比如说把这个地方 可以稍稍地改一下 facility 它实际上就是 都是这个ID S 是复数的 那我有了这样 IDS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呀 我是直接保存到 数据库当中 直接塞到这 直接塞到中间的这张表里面呢 还是说我也得进行加过滤啊 我得进行加过滤吧 为什么就要进行过滤呢 如果说 还是属于我们所说的 没问题 人家是给你传送过来的 但传送过来的话 也不是通过你的页面传送过来的 而是随便给你造了几个数据 比如说给你造了100 造了200 造了300 然后呢 在我们数据库当中 这个设施表里面 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个编号 所以你说 你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题啊 有可能的吧 所以我得怎么办呢 得拿到你给我传送过来的这些编号值的时候 我得在我的数据库当中过滤一下吧 我只留下那些有益的数据 没有益的数据 我直接给你pass掉 干脆不管 不是这样的操作啊 所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们在进行过滤的时候 又得回过来去查询一下 设施这张表里面的数据了吧 所以咱们需要去操作这张表 我们把它引过来 我们把它引过来之后 那咱们怎么去过滤那样的信息表呢 我给你放到这 我们要去查它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给我传送过来的这个地方 最终转换到我python当中 这个地方实际上就转换成了一个列表吧 好 我们把这个列表给你拿过来 实际上fether底如果存在的话 它就是这么一个列表 既然是一个列表的话 我可以怎么去做呢 你去想 如果我要换成circle 直接去写的话 咱们可以怎么做 怎么判断它有没有存在 我只要去书记库当中查询 是不是可以了 我select一下 谁呢 select的比如说就是selecting from谁呢 从这个fessler寄这张表吧 比如说就是这张表 我从那张表当中进行查询 怎么查询呢 where条件 我去过滤一下 id怎么能在那个列表当中的 是不是可以用过这样的方式啊 对吧 然后查出来的话 这条记录里面包含的就是 是偷在这里的 其他的没有在的话 通通的是不是全都给pass掉了呀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语句了 那说这样的语句的话 我现在在circle acronym当中呢 应该怎么去做呢 这个印操作也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咱们直接去使用了 也就意味着说 我得去查询fesslerd这张表 然后呢 fesslerd dr 查询他 dr query吧 cry的时候呢 紧接下来我需要进行过滤啊 就相当于外条件在这里面了 filter 不能filterby了 我们说了filterby的话 它只支持那样的单等号的等于操作 如果做进一步支持的话 你只能去用这样的普通的方式 而不是filterby的解决方式了 得用filter 用filter当中我得根据谁呀 得根据这个id吧 比如说这个filter的方式要去指明的话 必须得指明类名.id 必须补充完整 这样去写 filter这个表里面的id 然后呢 它是不是在里面吧 那个在里面怎么做呢 这里面有一个 我再去点一下 有一个印下发现 是这样的东西 就相当于这个属性 在没在哪个东西 这是circleacomy去实现的 针对于circle里面的印操作了 然后呢 印在里面呢 直接加括号 然后呢 我只要把刚才拿到好的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 传给他 就可以了 必须有关系这样的 我只要把这个列表传给他 他就去判断一下 在给他传的这些id当中呢 给我进行一下过滤 过滤完整之后 我再拿到的facility 就是那个一个一个的对象了吧 对吧 从这里面 查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一个的对象了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去try一下 然后呢 咱们还要去捕获一下 对应的异常信息 然后呢 出现问题 currentlogger.error 我要去记录一下 然后呢 这时候查询出现问题的话 我也不能给你自己做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在保存数据的时候呢 是最慎重的 有一点任何问题呢 我们都不再去受理这个东西 嗯 嗯 那对 facility当中 我在听查询的时候呢 这里面查询的只是一个条件 我说了 在socoambi的话 后面是不得跟上 你要么来获取所有数据 就是out 要获取单条数据 就是course吧 所以必须要跟上这样的东西 这是数据库出现异常 嗯 数据库异常 好 这是关于间谍 紧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 如果查询完了之后 还没有出现异常 我是这种地方 是不是还要去追查询处理了 那我怎么去处理呢 我就可以进行操作了吧 如果说facility 它是什么东西呢 你在给我返回的时候呢 out方法 返回的肯定是个列表吧 只不过说 没有数据 就是空列表 有数据 就在列表当中有对象 所以那我在这里面 直接进行判断 因为空列表 在进行逻辑判断的时候 是不是假的意思啊 所以里面主要有数据 逻辑判断就是为真 所以在这里面判断的话 也相当于 如果以facility 这里面为真 代表有数据 表示有合法的 然后呢 设施数据 有这样的合法的数据 那我现在在 然后呢 咱们接下来继续好像看 这里面有合法数据之后 那再来做的工作 实际上是不是就可以去 把这些有合法的数据对象 保存就可以了 对吧 保存 设施 保存设施数据 那我们怎么保存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model当中 去创建一个一个的facility 然后呢 紧接下来 在这里面进行保存数据 出费啊 那还有更简面的方式呢 哪种简面方式呢 在这一点呢 就跟张柔是类似的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在host这张表当中 是不是跟这个facility 已经做了一个关联字段了呀 relationship字段了吧 然后呢 通过上面的这个第三张表 跟底下facility 重工的关联到一起了 然后呢 关联到一起之后 这个关联字段 不仅仅是查询的时候 能够用 你在保存的时候呢 同样也能够去用 那怎么去做呢 就相当于 既然是关联字段 这个地方对应的 就是跟房屋 有关系的设施的对象 所以我在这里面呢 刚才已经把合法的 那个设施的对象 都查出来了 也就是因为说 我在保存的时候呢 直接去设置model里面 我只要直接设置model house对象里面的这个属性 让这个属性呢 适合把设施对象的 那个列表就可以 它会直接帮助我们 进行保存操作 所以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眼 刚才咱们在去做的时候 house对象 是不是已经有了呀 所以紧接下来 我就直接通过house 刚才那个对象 点 点谁呢 这个属性值facility 然后呢 让它是谁呢 是我刚刚查询出来的 合法的那个对象的 列表 我只要把它交给这个属性 然后呢 它会在保存的时候 自己来帮助我解决 第三张表当中的 关系属性的存储 所以这个relationship 大家一定要清楚 它不仅是查询的时候 能够用 我在保存的时候呢 同样也能够去订阅 所以我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 我是不是相当于 已经修改了house 对象里的属性了呀 对吧 然后呢 那再做的工作呢 应该是 我让在数据库当中收效吧 在数据库当中怎么收效 是不是db.session当中 在爱的一次 把house贴下进去 然后呢 对house所做的修改 它通通的 是不是都帮我去处理下来 然后接下来 db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commit session.commit 这里面呢 又要去进行操作 这里面呢 然后呢 看上去呢 我们记录一下认知信息 然后呢 还有db.session.rollback 然后呢 再相对应的 再相对应的 应该是返回吧 return return jsonify 当中的error 等于 it里面的db error 还有errormessage 对应的 这是保存 数据失败 这是关于这样的操作吧 那刚才这个地方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就是我们不需要自己 直接去操作里面的这张表吗 你只要去设置house里面的关系字段 把数据值给它 它就能够去做了 那我在去设置值的时候呢 给它设置什么样的值呢 就是对应的一个一个设施的 那个条目的对象就可以了 因为hoyslety的这个 在house当中的这个字段 对应的就是跟房屋有关的 所有设施的那个信息的对象 所以我们在给它传的时候呢 也是所有设施的那个对象的列表 直接传给它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点 那紧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写成这样的方式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点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你去看一下 按照正常情况下 我们说了 保存信息的时候呢 上面房屋的基本信息 跟底下的设施这个信息 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事物吧 对吧 应该是说如果我在保存设施信息 出现问题的时候 上面连带的房屋的基本信息 我是不是也得一同回退啊 回退吧 是这样的意思吧 是就跟你在张国当中 所随的事物是一样的 所以就相当于 要么房屋的基本信息 跟设施信息一起成功 要么一完的话 全部都死掉 都得回退回去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在保存房屋基本信息当中 我这里面的这个Commit操作 跟这个Rowback操作 还要去加吗 还要去加吗 实际上是不是就不用去加了 所以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把这个Commit操作 给你对应的去去掉一下 Commit操作去去掉 那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我上面先创建房屋的对象 创建房屋对象之后 我把房屋对象保存到Session当中 然后接下来我再去处理设施 处理完设施之后的话 我再给这个 这个属性给你进行操作 然后呢再把House 这里面呢 再给你贴下起来 这是关键点 接下来直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再统一地进行提交 然后再回退 不可以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这一步是不是还没去起来呀 你在Else的情况下 再直接去紧紧返回这个DB这里 是不是可以呀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相当于我为了保证 最终这个House 这个表里面的信息 跟这个Facility的信息 要不然一起成功 要不然一起失败 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分车来提交 不能分车来提交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 上面这个House 我在最终进行添加的时候呢 我在这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 先添加一个DB 30.i的House 但是我不提交吧 我最后在这里面提交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说了 你在这里面 把House i的进来的时候 添加到Session当中 添加到Session当中的时候呢 实际上还不意味着 进行过实际库操作吧 我们说了只有肯定的时候呢 才进行到实际库操作呢 也就意味着说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都不需要去保存异常的呀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都不需要去补货了 因为你直接 仅仅仅是保存到Session数据 它记录一下了 而没有涉及到数据操作 什么时候涉及到数据操作吧 仅仅在这个地方 才涉及到数据操作了吧 是关键要点吧 所以我就给你放到这了 那放到这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就相当于如果有设施信息的时候呢 我把设施信息给你补充进去 然后再把耗子对象给你按进来 再准备自己交 然后如果出现一场 我给你进行回馈操作吧 这是关键点 那刚才就说了 那如果说连设施信息 一点点都没有呢 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我最终是不是还得把这个Session点击交呀 对吧 所以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那咱们怎么去做呢 在这里面 无论你上面自己的条件 还是点添加 最终添加的是不是都是耗子对象啊 都是耗子对象吧 所以那我上面 干脆连耗子对象我也不是操作了 而是什么操作呢 我在这个地方 直接给你放到最顶级上面来 给你放到最顶级上面来 那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 好了我们先来去获取基本信息 获取完基本信息之后呢 我形成一个耗子对象 形成完耗子对象 我就放到这了 放到这之后 接下来我根本先不去 往数据库当中保存 而是说我要去处理 房屋的设施信息了 如果有房屋的设施信息的话 我在数据库当中 在这里面呢 进行相对应的处理操作 我过滤 如果过滤失败直接返回 那之前的数据 我也并没有保存到数据当中 如果过滤里面破滤成功 那我就发现 拿到了这样的设施信息 然后呢如果设施信息是有 我直接把设施信息 给你补充到 耗子对象当中来 这时候相当于 整个房屋信息的对象 就完整了 完整之后 我接下来 再在这个地方 再统一的把房屋的对象 给你保存到当中 然后呢 一Session ID 一Add的时候 那这时候相对于 我最一开始 对于房屋基本信息的 这些东西 它会有会记录 然后呢 对于我后补充的一个属性呢 它也会有记录 它统统呢 就知道怎么做了 然后呢 我再进行一次提交 就相当于 把这两个数据呢 都提交过去了 在数据当中 进行我生效 这时候这样的过程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我就说 在最后统一的去提交一下 然后呢 提交的时候 如果出现问题 第一 我在这里面呢 进行相对应的回滚操作 回滚操作 回滚操作的话 就把刚才在电力提交的时候呢 到底是哪个地方出现问题 通通都不管 都直接回到最一开始的状态上面来 任何数据都不再进行形成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把它保存之后呢 接下来这里面就存存完了 存完之后 如果没有出现异常 代表保存成功吧 所以咱们可以直接返回了 如果没有出现异常 那代表保存成功 所以在这边直接去写一下 保存数据成功 这里面呢应该是IT当中的OK 然后呢 ErrorMessage当中 比如说解写一下 这是OK 再往下走 再来往下去走的话 我们说了 刚才这里面是不是已经 新创建过来一个 宝幕的数据资源了 那按照Rent风格的话 你可以把它的基本机器返回回去 这是第二点 那除了它的风格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对于前端 自己是不是也会用得到啊 什么意思呢 咱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你上面 刚才所写出来的视图 仅仅对应的是 保存这样的基本信息 保存完基本信息之外 那你接下来还要再去 上传一张一张图片吧 对吧 在上传这个图片的时候 那我们说呢 你在这个表单当中 是不是得去对应一下 到底上传的是 哪个房屋的IT图片吧 所以它会用到 那样的对应的ID 然后呢 在页面当中 也确实就留出来了 这么一个字段 用house当中 对于保存房屋图片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房屋图片的 这个表单当中呢 就有一个隐藏的这个字段 比如说 你上面基本信息 保存完之后呢 这个隐藏字段 你需要自己给它去填充一下 接下来这个houseID是多少 所以相当于 关于用户来说 根本这里面看不到houseID的话 他在去保存图片的时候呢 也能够把图片跟房屋ID 关系到一起 所以我为了这个地方能够用得到 那我在后端当中 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房屋的ID 去返回一下 所以咱们再去加上这套数据 data是什么东西呢 data里面包含了一个房屋的ID houseID house house house这个ID是哪个东西呢 是刚才对象里面的 house对象里面的ID吧 因为我已经提交过 所有的ID值也就有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好 这是关于这个后代试图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